六七月份正是荔枝盛餐的季節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 荔枝殼有非常大的作用 還有功效 那我只講其中一個 他可以拿來熬湯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跟小兒一樣 全部都使用完畢的 就是不浪費任何的食材就可以 比如說這個要怎麼 要熬湯的話要怎麼做呢 買回來的荔枝 先用自來水沖一遍 然後在乾淨的容器裡 加了水跟鹽 然後把所有的荔枝 就是把汁撿起來 好就留下一顆一顆的 在裡面搓洗 搓洗完了你會發現那種 深褐色的 顏色的水會變深褐色 然後再用過濾水沖一遍 然後晾乾 稍微乾了一點 就是你每一次要吃的分量 不要邊吃邊剝 是有點不衛生 就是你可以規定自己一天吃15顆 你就拿15顆出來 把它剝在容器裡 然後再用另外一個容器去保存 栗子殼 等到全部使用完畢了 就像這樣子啊 好每一顆都是 殼都是乾淨的 沒有沾到 沒有沾到唾液 好就可以拿來炒 用炒拆鍋把它炒乾 我這個小雷之後要拿來做高湯用的 分享給大家 嗯 鍋子乾的 然後乾炒 然後開小火 慢慢給它炒 為什麼不用風乾呢 因為它乾的時候 那個會Q起來 會捲捲捲捲起來 所以你可能裡面包含了 有灰塵有沙粒 因為要熬湯用的比較 不適合用日曬風乾法 所以用炒菜鍋炒 三廚眼睛瞪好大 想學喔 眼睛瞪這麼眨睿看 那趕快學起來 現在炒好了 有沒有聽到聲音 這樣子就是乾乾的 乾乾的聲音 那火候的方面的話 那如果你有耐心的一直攪拌的話 你可以開大火一點點 如果你沒有耐心攪拌 就消消的火 你看 這個就是乾乾的聲音嗎 那要用的時候就是 我就是拿來熬高湯 很香耶 煸炒的過程中很香